一幕過一個多美尼系統 一幕過炒起了整個霍士新聞 當然最主要的就是卡爾森 卡爾森這個主持人即時被炒 連同觀眾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當然他上了第二個節目 他的影響力很大 雖然他很討厭特朗普 那他老闆是誰?梅鐸 其實梅鐸是左膠 他為什麼會有霍士新聞? 只不過是一個生意上的策略 希望在媒體上的左、中、右都有 現在霍士新聞就是全個保守主義 或者共和黨的大本營 就是說如果你用偏右 就是談有的、談保守主義的 就真的只有霍士新聞 而卡爾森就是霍士新聞最大、最紅的節目主持人 一個多美尼系統 撞告他16億 賠了7億8美金 沒多久就即時炒 那你就知道陰謀論來說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梅鐸做了一場戲 將共和黨最主要的宣傳平台 或者一些中間偏右 一次過打謝他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炒卡爾森? 事實上卡爾森 他的廣告、他的代言、他的節目 是整個霍士新聞的王牌 主流傳媒 你可以說CNN 實際上 現在霍士新聞的收視是比CNN有線電視的收視率三倍 就是說他就是全美國最高收視的電視台 而卡爾森就是最高收視的電視台裡面最高收視的節目 那你說你怎麼可能炒了呢? 生金蛋的我 雖然我不喜歡卡爾森 因為他不托特朗普 但是以美國優先 他是全力支持的 那你就看得到發生什麼事 在這裡也說 今時今日他被炒 那當然了 整個民主黨高興到不得了 事實上 當日梅鐸也做了一些很黑的事 我不說髒話了 很黑 很high的事 就是當日 麥卡錫給了4萬1千小時 當時被卡爾森 叫卡爾森播出來 就是1月6日 結果一播出來 其中一個變段 關於一個牛國人 跟著 牛國人就被民主黨 被司法部即時釋放 之後 沒有再播下去 不是喔 不是麥卡錫給他播的嗎? 實際上 播完牛國人那部分 跟著 就叫停了 叫停了的 就是梅鐸 當這件事影響到民主黨 影響到主流傳媒的時候 你就看到梅鐸動手 今時今日 你都看到為什麼卡爾森被炒 實際上 之前的民主黨 在播出4千1百小時 不是4千1百小時的時候 不是4萬7千 4千1百小時 這個片段的時候 他們已經公開講 呼籲梅鐸 一個月前 呼籲梅鐸 呼籲梅鐸 要炒卡爾森的 結果多美利 還未上法庭 還未知道輸贏的時候 他 就連他都炒了 求仁得仁 當炒他的消息 一宣佈 一被人知道的時候 霍士新聞的股價即時大跌4.8% 最低跌到5% 反彈到1點多 就是說還要跌3點多 你股價就反映到 你這個所謂的新聞台 正在做什麼 卡爾森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當然卡爾森是不欠你這份工的 現在 霍士新聞宣佈在黃金時段主持人 塔克卡爾森崩道揚標之後 政治世界震動了 一些保守派 現在正在猜測他的未來 無論他是會競選政治的職位 就是說2024年的中期選舉 還是推出他自己的網絡去挑戰霍士新聞 他也是有機會的 而霍士新聞媒體和卡爾森已經同意分道揚標 霍士在4月24日新聞稿中 是這樣寫的 感謝卡爾森多年來在這個網絡工作 而卡爾森最後一個節目是4月21日星期五 霍士新聞將於8點鐘 東部時間開始直播 這個是臨時節目 聽到嗎? 是連告別都沒有 你最後最後一集 是由霍士新聞人物輪流主持 直到任命新主持人為止 這些就是所謂的尊重 而卡爾森新聞的校友 未僅他第一批公開評論卡爾森離職的人之一 對卡爾森是有好處的 你相信我 他是不需要霍士新聞的 他會走出另外一條路 你是完全看得到 當然 霍士新聞宣布和時隔七年最受歡迎的 黃金時段主播卡爾森分道揚標之後 星期一 荷里活的人分分鐘幸災樂禍 包括很多人 你會問一問 為什麼 這些左翼明星 個個這麼驚喜 這麼歡欣喜地 整班人在那裡笑 但是 誰笑到最後 我們儘管拭目以待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私下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Patreon 大比安典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而梅當 她 是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做傳媒 既然你要左中右 但是 來到最重要的關頭的時候 你就抹殺了右派的聲音 而梅鐸的老婆 其實就是卡爾森老婆的好朋友 而卡爾森 她是有梅鐸的電話 往往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梅鐸 去解釋這件事 今時今日 卡爾森不能幹 很肯定的 就是梅鐸的主意 就是梅鐸的主意 一個死左膠 拜拜